这集是美食集,尤其是海鲜 下一天,出门旅行记得带上冷衣 不然就要一些防水的冷衣或大衣 日本大阪必来打卡的地方 黑门市场 黑门市场起源1822年 是1823年的仙银商店 1902年被认定为公认市场 以前这里有间寺院名为原民寺 据说寺院的黑色大门就是黑门市场名的由来 这里有超过150间的店铺 有海鲜、热类、水果、蔬菜 服装杂物应有尽有 都是道地品可在此入手高品质的 直接从螃蟹腿里切出来的才是真实蟹肉 生蚝都是现场开来卖的才新鲜 注意那只河豚 还活着的 这是切好的河豚片 分开好的帝王蟹 选好后拿去烧 这些海鲜也是选好后老板会帮你烧烤 创业明治38年 创业明治38年 进入最新鲜的浪漫 大家可以直接抄下鱼 直接抄下鱼 到尾部 来的时候 是平几天 的 非常好 十万 老板 我去吃吧 嗯 嗯 嗯 要140踏 大概什么了 哈 一百 嗯 四字在这 哈啰 你可以做鲜鲜 不是 好可爱 我看一眼 我没看一眼 我先做鲜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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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蛤 嗯 在非萝卜市里面 我知道最便宜的 谢谢 谢谢 嗯 看了海鲜去后就开餐 迷活金 寻找厕所之路 热推荐一定要是神火牛 安妃 四字 八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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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字 八字 八字 四字 八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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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字 九字 八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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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